当然我把这个涂层如果要删除的话就拖拉到下面 这边有垃圾桶放开就可以 就删除涂层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第一个啦 题目里面要我们的新增涂层 一 二的话呢就是填满白色 二 白色 三的话呢就是做什么 去做那个 覆盖那个 就是这个涂层样式 所以点它两下 涂层样式里面的颜色覆盖 那颜色覆盖什么呢 柔色 颜色是什么呢 就是186 然后186 90 我同学已经背起来 所以考试你就照机械化流程 马上就 对不到五分钟应该就全部做完了 看个确定 然后呢直接怎么样 再就确定吗 OK按确定 如果没看到的话你就把这个填满 改成的话 0 出来了 OK 只要有个步骤没做错应该OK啦 那再来的话就再增加一个 一样的动作 所以这边一样 先开一个新的涂层 1 涂层 然后可是呢白色嘛 所以一样就是填满 填满白色 填满白色之后的话呢 在上面点两下 那不过这一题 这个地方它要做什么 漸层 所以漸层打勾 记得 刚刚这题比较特别就是 有些题目没有提示你 你可能要自己覆盖一下 然后呢 这个不透明度最后再改好了 背后这边这边再改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其他这边角度 零度 不过我后来发现 好像180比较接近 因为我后来又跟原 就是那个参考 对对 它的那个零度跟180 好像那个左右会有差 不信的话 你们不要零度好了 按确定 你可以看一下 最后这个地方的话 再把那个不透明度 这个地方改25 OK 或者改 改应该是改 一百 改改这个吧 看看是不是改 改这个 改成零 颜色好深 颜色好像怪怪的 颜色太深了 是不是 不透明度 这边要改一下 这一百的话太多 25 这边改25 这边要改0 所以这边改完 有没有 特别是要 这个地方的不透明度 25 其实就是25跟0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怎么知道说它颠倒 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边是绿色的 然后这有点像 红橙黄绿蓝电子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那我完成档案 我刚刚说 我刚刚瞄一下 完成档 它刚好是红橙黄绿蓝 刚好是怎么样 也是彩虹的那个 那个那个色谱 可是刚好左右颠倒了 所以零度 换成180 其实就转一个什么 转一圈 所以刚刚这个动作 要不你就怎么样 不用整个删掉了 你就再点这个一下 然后呢 切到哪里呢 切回原来的渐层 有没有 把这个零度改为180 其实它就怎么样 转过来了 其实大概我这边 把它转过来 再比较一下 基本上就接近了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只是根据它 给我的线索 去做我接近的动作 当然要100% 恐怕还在调很多地方 因为这实在是很困难 有些地方 它没讲到 但是我们只能针对 可能的线索去做调整 所以刚刚我大概就 就多增加一个 就图层 这个有没有 这个一定要改 所以我大概改了几个 1 这个要改 改成彩色的 这个改成180 那按确定之后 再到外面改25 这边改成0 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也是一样 只要一个步骤 没有做错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应该就OK了 没问题 不过这一题相对 还是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点 但是这些效果将来 其实你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都还蛮合用的 很多变化 你会发现这边 从之前讲过的阴影 内阴影 有没有 然后还有其他没用过 也许 还有笔画好像用过了 前面画那个轮廓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就完成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 也许各位等一下 可以试做看看 这个车子 第一个 车子怎么过来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车子 找到那个车子图层在这里 那做什么呢 把它选起来 那怎么选比较快 其实因为还好 我把它取消选取 因为它的背景都绿色的 所以我讲过 如果背景绿色 用哪一个工具选最快 对魔术棒 因为它同一个颜色 点一下 但是现在选的是背景 所以怎么样 反转 反转 把它Ctrl C Ctrl V 贴过来 车子又过来了 可是问题 没有那么简单 车子过来 但是 它希望除了车子过来之外 它的后面呢 有没有发现 它需要有光影的特效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有一台车 从那个 怎么 从这个角度来 角度应该是 负30度的地方 车子从负30度的地方 往下开 这个角度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学 就是这个零度 90度 这个是180度 这是多少 300 270 这边的话 当然你还可以是 加60度的话 是 这边有没有 再加6 你或者是可以用 负30度来代替 或者是你可以 再加60度 那就是 330度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330 或负30度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因为转一圈 就360度 那我们如果说 要让它 从 负30度好了 从这样子过来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做出后面的 这一个光速效果 这个可能是比较难一点的 那我想各位试试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跟各位提示一下 就是第一个 不外乎就是先把这个选完 然后呢 在背后做一个白色的底 一样 一模一样的车子 针对那个白色的底色 去把它用什么呢 其实滤镜里面有个功能 就是叫做那个模糊里面 有个叫动态模糊 利用这个动态模糊 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题目里面有没有讲 它有 它说 请你配合什么呢 动态模糊的 动态模糊的效果 做出白色的光速效果 其实关键是白色效果 OK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像这个车 所以我先把这个古董车 先搬过来 怎么搬 这是完成档 搬的方法呢 其实第一个 先把这个古董车 怎么样 用魔术棒工具选取 之后再反转 然后怎么样 Ctrl C C之后呢 切到这边 Ctrl什么 Ctrl V 贴上 古董车就过来了 那位置你可以调整一下 它应该大概在这个位置 你就把它搬到跟那个 完成档差不多的位置 类似像这里 第二个的话 那怎么样做出那个背后的光束 有没有 有一个光束的阴影 那这个光束阴影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第一个 我把这个古董车 先复制一个 所以再怎么样呢 再把它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所以你这边的话 按右这个按右键 再复制一个图层 这个图层就是这个车子 的一个背景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这个叫什么 叫车 车的背景 或者叫古董车 打一个车的背景 你就车 然后刮弧 背景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叫做车好了 那相对的当然车的背景要在后面 所以背景在下面 那我主要针对这一台车 做什么呢 做那个 什么 做一些背景的设定 那哪些设定 首先第一个 我先把它填成白色的 所以选这个背景 第一个 先把它一样填满 白色的 特别注意 不过你会发现 一填满白色 怎么样呢 全部的东西都填白了 不对 所以Ctrl Auto Z 我只能填车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怎么去 只有填车子的地方 选取像素 对 选取像素 同学马上变 所以可见的 同学回去应该都有 都有练习 反正熟了 其实还蛮方便的 对 所谓的选取像素 就是说 这个图里面 这个图层里面 它背后其他都是没有像素的 因为它透明的 只有这个地方有 所以它帮你选起来了 那你做什么呢 编辑填满白色 OK 但是你想说 老师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车子 上面我有一个车子 所以你把眼睛闭起来 白色 对不对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图层上面有眼睛 眼睛是辅助你什么 让你知道说 因为有时候 上面有一个下面 其实下面已经变白了 可是上面的图层还在 所以会造成你以为 那个车子没有被填成白色的 这种错觉 所以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OK 眼睛闭起来之后 接下来怎么样 做那个模糊的动态模 不过特别注意 做动态模糊之前 请务必注意一件事 把这个选取区取消 因为我们要做的动态效果 是整个的 这张背景的整个 不是只有什么 这个选取区域 如果你只有选取区域的话 做出来好像效果会怪怪的 我来看一下动态效果 里面的话 角度的话是 负30度 间距的话 大概是400左右 按确定 你会发现 奇怪怎么没有动 因为你被困在这里面 所以Ctrl-Auto-Z 第一个请你先做什么 先做取消选取 所以从选取里面有个什么 取消选取 有没有 虚线不见了 它就不会被困住 第二个在用滤镜里面的模糊 那我要做什么 动态模糊 我刚刚讲过 这个角度呢 你要不就是选那个 负30 要不就选什么 330 有没有发现 330跟负30是一样的 为什么 一个是从这边绕一圈 一个是从这边绕 有没有 我刚刚解释过了 就是说因为呢 我们的那个零度 你从这边绕过来 是负的30度 你从这边绕过来呢 是刚好330 绕一圈刚好360度 这个不是太复杂的数学吧 这个应该是基本观念 好 那所以我用 习惯上用负30好了 那它的间距 你可以自己调一下 预设是这样 1对不对 多一点 多少才是合理呢 就后来调了 大概发现 大概差不多400左右 也许大概你就记个整数算了 好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已经有光速的背景出现了 但是车子呢 车子没出现 怎么办 没关系 眼睛打开 有没有 它就刚好放在这个光速上 当然你也想说 老师 可是我如果希望 把这个光速再往前一点点 可以啊 你可以移动它 可以啊 让它怎么 因为车子 怎么 你可以让它有这种效果 后面没有 前面有 有没有 或甚至你可以改了 什么像那个大灯照射出去 有没有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没有 大灯照射出去的那个 所以你要照射的前面 多一个白色的阴影 透明一下 不就有这个效果出现了 所以诸如此类的 你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些变化 那这时候当然 我对一下 反正你就调 调得跟那个完成档 越接近越好 不过它好像光速在比较后面一点 而且好像又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如果 有没有 阴影 反正大概就是 以那个完成档 当成是参考的答案 越接近越好 不过它好像又多了一点点 所以可能400不够来个500之类的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个古董车的那个光速效果 好 好 谢谢大家